我们现在来试看看在行动装置上进行录影 现在呢进入OneNote之后我们来测试一下线上教室的部分 首先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想要上课的任务程 在录影的时候如果有需要暂停或者停止 可以选按这个浮动的按钮 那如果您不想让它出现在我们的萤幕上 也可以按下这个眼睛的图示 那一进到线上教室之后呢 会先显示刚刚的线上人数 好我们进来之后 如果您再需要绘图的部分按下电子白板 就可以切换到绘图模式 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萤幕的画笔或是相关的工具把线条 画出来也可以用圈旋的 使用完毕之后再按一下电子白板就可以把绘图的部分收下来 您就可以继续进行 在需要用到的地方再继续按一下电子白板 就会继续打开 那如果你画的部分呢 有留在上面 可以继续的使用 这完毕之后 就会自动切换到影片的清单里面 就会继续打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